香港在今年三月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在香港長居的臺灣人親眼見證 醫院急爆 全香港740多萬人 這波Omicron帶來的疫情高峰 單日新增病例就超過5萬 香港政府縮緊防疫措施 緊急加強老人疫苗接種率 為老人和洗腎免疫力低下的確診者 開力抗病毒藥物 從每百萬人口單日確診數觀察 香港最快走過疫情高峰 確診數下降最快 日本疫情相對拉長 而臺灣5月5號每百萬人有862.09人確診 比南韓、日本、香港還多 而且人數正在攀升中 香港醫師分析染疫死亡個案 發現近9成有慢性病 也有近7成死者沒有接種過任何疫苗 超過一半是長照安養機構的住民 再做一遍的話 疫苗的接種方面 就是照遇非常非常重要 在上月份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把這個病房的全都積滿了 所以整個整個的醫療的系統崩潰 走過疫情高點的香港醫師市井臺灣 疫苗接種保留醫院量能 在疫情還沒來到高峰前 每一步都要當心 近期文留作為徐瑞晨採訪報道